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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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是道工真英早的橋 我是鮑伯 我是瓦盛 我們今天要帶大家從吉祥寺一路散步道中野 那我們第一站來到了景之投公園 他的佔地大概四百萬平方米 然後在1917年開園 那這邊也被日本評為是櫻花百名選之一 除此之外秋天的時候來這邊看紅葉也很棒 這個地方在秋天的天氣來真的是最舒適的 我們逛完幾週光源後現在往沖西蘭方向走 我們可以看到一路上會經過很多的小店跟餐廳喔 我後面這家伊西亞串燒非常無人性 我身後放這家古董店以前包伯都會跟朋友一起賣衣服 來到車站旁邊就是San Lodo的遊頂商店街 吉祥寺這邊也有不少好吃的小吃喔 比方說像Hirada Pasta 天鷹鯛魚燒 喔!滿滿的這個餡料 以及Sato牛肉丸 東橋最推薦的湯咖哩 Rodjiura Kare Samurai 在吉祥寺也有分店喔 逛完吉祥寺之後呢 我們要去下一個地方啦 我們要去西地瓦 我們走去西地瓦的路上會經過一家惠本咖啡店 叫做Hatif Nantari 來看看喔 我們這次散步其實有很大的重點 因為其實呢 我們是沿著中央線的車站這樣走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快要迷路的話 那其實沿著這高架橋就不會迷路囉 在西地瓦的中餐就來吃咖哩Spoon Spoon自製的法式咖哩 吃起來味道非常的特別 辛香料的味道非常的濃烈之外呢 也含有豐富的蔬菜 牛肉滷的很入味 又不會太過的鬆軟 在西地瓦我們推薦一家很有風情的古名家咖啡 Ligendo 我們接下來就往地瓦的方向前進 我們現在從西地瓦走到地瓦 我們來到大田黑公園 從剛剛的銀杏大道走進來之後 就是日式庭園 然後現在的楓葉非常的漂亮 我們接下來要前往阿佐谷囉 今天的行程中間散步的地方 比較沒有那麼多密集的景點 所以大家其實搭車在戰雨站之間移動也是可以的喔 走路約20分鐘可以到阿佐谷的PRO Center商店街 長700公尺有許多道地的小吃及餐廳 每年也有不少活動 最著名的是八月的七夕季 即十月的阿佐谷爵士嘉年華 阿佐谷一番街這邊有很多有名的餐廳 像非常非常有名大人氣的燒肉店 沙頭不亮就在這邊 阿佐谷這邊你應該算蠻熟的吧 對 因為我家就是Foodin 那你有什麼推薦的店家 我推薦的店家叫Gilateria Sincerita 好 所以這些坦神玩是什麼 我沒有坦神 這其實是一家義式冰淇淋店 你推薦的這家不錯 很天然 我一直以為這樣吃得很好吃 因為他們剛剛的炒肉 因為突然它閃了七夕是甜點的 一點點 好啦 吃完爸推薦的冰淇淋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去高原寺 那我們就從新高原寺這邊 開始帶大家逛逛高原寺吧 高原寺這個地方 在東京非常稀皮的一個區域 那比上古董店很多以外呢 到了晚上很多鮑魚跟餐廳一夜 這邊的餐廳呢 我們推薦沖繩料理鮑瓶 以及定食 就是阿雅門 還有巴利托拉的燒鳥店 那我們高原寺逛完 然後接下來往中野方向走 我們從高原寺走到中野的路上啊 然後可以經過中野的中央公園 那在這個公園旁邊的這一棟大樓啊 它裡面有蠻多餐廳的 而且可以看到它的落地窗 都可以看到這個公園的景色 建議大家可以來這邊休息 然後吃東西 現在來到中野的桑莫路商店街 這邊很重要抽堂家避逛 然後看到Broadway 那中野這邊啊 也有蠻多的餐廳跟居酒屋的 我們今天散步路線的區域啊 剛好它都有很多的商店街啊 或者是有那種居酒屋啊 跟餐廳的小巷弄 那建議大家呢 也可以像我們一樣 就是在這些巷弄裡面啊 走一走 找到自己喜歡的餐廳 我們最後一站來到這間餐廳 到中野具有異國風情的Renga Zaka 那Renga Zaka這邊呢 是一個裝飾的很有氣氛的小坡道 然後這周遭兩旁啊 有非常多的餐廳 以上就是今天基商室 走到中野的行程啦 那我們實際走完之後呢 發現其實它有一點鐵腿 所以呢 對角力有自信的朋友啊 再來挑戰用走的喔 我是包喔 我是文 我是文 拜拜 我是文